把刚才我教你们怎么放松的东西做一遍 放松 再放松 眼睛好像看见丹田 耳朵好像听不见丹田 心不忘别处想这些样子丹田 这叫三性贵宜 这个信者的所我也不知道 也不要说的 给他一个名称就是叫三性贵宜 你做的时候可以闭眼睛也可以睁眼睛 睁眼睛是望远处看再收回来的 接着你在意识好像看到丹田 大家再做一点哈 两手和铺住丹田 所以每次走来都要在胸前 对,到胸前再落到丹田 不用恒长了 这么一抱就不是在胸前吗 然后之后慢慢移下来 那就可以做了 所以那是我的问题 你还要在这些位置 你还要在这些位置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因为它没必要来 你开始在胸前 然后再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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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身放松 接放松 Keep that czyli 然后可以拿来 按挡 跳 很抢 让从 眼睛看著丹田,耳朵聽丹田,心裡想著丹田,如果覺得腳上有點緊,你可以調節一下身體, 調節到你腳上肌肉用到最少為止,三心跪一,我說的三心就是眼算一性, 耳朵算一性,心算一性,這個三樣東西都往丹田上去吸,腳放鬆調整一下,等到你調整好了,這個三心跪一就一直想著丹田了, 呼吸,我們採用的是很自然的這種呼吸, 呼吸是很自然的呼吸, 腰放鬆,肩放鬆, 在坐的中間,如果哪裡不好,你可以把它調整一下,這不影響三心跪一, 收視,放下手, 喊抱,讓外面的好的東西,吸大自然的靈氣都包含在我們的前面,這個就像一個球一樣, 慢慢地下去複住蛋田,等幾秒鐘,再做一個起司,再做一個收視, 這樣站好,是不是有人感覺到自己已經放鬆很多了? 這我也挺高興,因為我們講的松就是從這裡來的, 因為現在外面說的松,很多很多很難理解,為什麼我們松不下來? 那麽我這裏教大家一個訣竅, 也就是昨天講過,可能大家已經不是印象很深的, 就是等到你身體的各個部位同樣地用力的, 就是等到你身體的各個部位同樣地用力的, 很均勻的感覺。 全身都很均勻了, 往前推的力量,它也是全身都很均勻的。 那麼這個已經叫松了, 也就是我們不提倡什麼都往下一掛,這叫松,這不是叫松。 我們的松就像昨天說的,像個柳條。 這個柳條給人弄彎了之後, 它每一段地方都在均勻地展開,均勻地用力,而支持。 大家都在互相幫助,所以它是一個整體,也相當有彈性。 而且它有很多彈性。 這都是很有彈性的。 都是很有彈性的。 你們看我整個身體。 好, 我願意洗掉我的整體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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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,意思就是說, 用力點並不會變成僵硬。 對,用力的地方。 就算你在運動中產生的支持人體的這種力, 它都不將用。 大家是不是懂了? 可以洗掉我的整體。 所以,